回味27年中华青棒队为台湾是夺下了世界青棒锦标赛冠军 那么其中个人最风光的就是拿下MVP等五项奖项的布农族战士林子伟 而昨天子伟他也回到了故乡高雄 不但学校师生列队欢迎他 阿公阿嬷也特别煮了他很喜欢吃的牛肉 说是要帮他补补绳子 棒球队员排前两排列队欢迎 台湾之光林子伟回到故乡高雄 第一站先到学校把喜悦和教练分享 林子伟在世界青棒赛出镜风投 一口气抱回MVP打击王等五项奖项 他说自己也吓一跳 我班都自己讲的时候我真的吓到 真的吓到 觉得比较得意的是 MVP吧 怎么说 因为从以前到现在我还没有拿过MVP 所以这也是我一生中最不会忘的MVP 不只学校师生为林子伟庆课 他的家人也守在门口迎接 街坊邻居都来凑热闹 里站也献上红包 子伟的阿公还亲自到市场买花送给他 家里煮的菜啊 都喜欢啊 我们这次有准备牛肉 阿公阿嬷准备子伟最爱吃的牛肉 要让他补补身子 今晚子伟时差还没有调过来 瞌睡从上升 还是坚持帮阿公阿嬷按摩表笑心 舒服啊 这回的世界青棒赛 林子伟为台争光 他期许自己能打进大联盟 希望未来能和林木一郎一较高下 这里新闻机博士许成为SNG小组 高雄报道